今天上午 红鹰飞行表演队也进行了首次适应性训练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中国航展现场所发回的报道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红鹰飞行表演队的八架表演机正在使出这个跑道 今天即将进行它的在本届航展的首次适应性的训练 这次的红鹰飞行表演队共有八架叫巴飞机进行表演 表演队员全部为现役空军飞行教官 根据不同的天气条件 飞行表演队为本届航展设计了三套二十多个特级飞行动作 部分动作进行了更新 整体衔接更紧密动作更紧凑 整个过程非常的流畅 中间有一些特定的亮点动作到时候会向大家展示 能够与多支优秀的表演队 还有多种先进的战机同台竞技 向大家呈现精彩的表演 能感到非常的荣耀和自豪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红鹰飞行表演队 在驻海航展的首次试验性飞行训练 这个人数 完成了今天的飞行 大家看到这行飞机呢 就是红鹰飞行表演队的表演机 叫巴飞机 可以看出来是两个座舱 那这次的中国航展呢 也是红鹰飞行表演队第四次来到珠海 我们一同期待它在航展期间的精彩的表现